大家好,今天3月11号 上个礼拜 我想大盘 非常精彩 占上了2万点之后 做一个拉回 今天虽然开低,但是 在早盘 也有翻红的左势 但是说 这一次台股 它突破2万点之后 现在 指数的位置点在19726 所以在整个指数的一个部分 大盘 目前从高点这样拉回来 也大约在300点的空间 指数 这个地方是要再 去突破2万点 还是要再继续 跌破5日线 再去测10日线 或是呢 去测 际线 那当然这个都是要 尊重呢 日常的一个左势 但是老师在这个地方 我在上个礼拜也提醒各位 做多单线 你要去审认的 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说 你手上的个股 开始有在做一个转弱 或是呢 这个地方 它可能跌破 夜线 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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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线 那这些个股 它的一个左势上 那你一定要去 看说 这些股票 它的位阶 在哪里 这非常重要 因为 上个礼拜是台积电 一个人的 武林 那今天 当然有媒体告诉你 台积电今天拉回18块 所以呢 台积电呢 让出了武林呢 让一些呢 中小型的股票 来做一个表现 但是各位 今天跟以前 有一样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总认为说 今天有一些中小型股 它拉得很虚弱 拉得很虚 我不知道各位 你的想法是怎样 因为以今天的空方能量 包括呢 多方能量其实差不多 空方能量是大 是大了一点 但是 今天的压力呢 没有像上个礼拜五 来的大 但是 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那投资本你认为说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那就解除危机吗 我想我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讲 大盘呢 他还没有这么快 说要去崩盘 去要重挫 但是在 一些个股包括族群 那你要特别 注意是他转弱的时机点 因为美股在这个地方 我想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说大盘 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方向在哪里 但是在一些个股上的一个左市来讲 其实 我们要看着美股左 因为外资在上个礼拜还买的 400多亿 432亿 但是他在 在台子旗 他是布空单 布了 4622口 但是 在 融资的一个部分是减了48亿 但是 可能有些老师会 跟各位讲说 那当天呢 那散户恐慌大卖股票 是这样吗 我想 主力大户 他以前 更早之前 他有没有用融资买 那主力大户 有没有在上个礼拜五 大卖股票 所以融资会减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做探讨的 我们不要说 用以前的那种观念 我知道说最近的ETF很火红 我想现在 还出了一些高股息的 一些ETF 因为我 比较少涉猎这一块 我想 散户对这一块很有兴趣 什么0050、0090 刚出来 这些高股息的 这些个股 那这个地方就要表现 但是 我刚才讲的一个重点 你还是要看未接 那上个礼拜 我想 有些新的ETF 在我知道是有两档 推出来 那 成交 来讲的话也是 爆量 那就代表说 那散户他不是在跑 散户是在买ETF 那怎么会是 跑呢 还勇敢的 你看到还爆量啊 那怎么会是 散户在上个礼拜 卖 卖股票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 去深思 那我也要 去 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想 我想 在上个礼拜 我在18000的时候 我出清所有的 获利的多单 那我想 上全这个都是赚了40几% 新银赚了 30几% 我想这个都是我在上个礼拜 一个动作 那我破断股 我打发 我相信 我是创新高 那我 当天呢 我把破断单全部出掉 那到今天为止 我 没有进场去买拨单 但是 我在上个礼拜 礼拜是有小空的 一些股票 现在有的都已经赚了 10几% 那几乎党党多是 弱势 但是有一些 可能在族群里面 各位要去注意说 我讲过因为一党 转弱 那在族群里面 会不会变成点线面 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其实 今天各位看到同书群里面 那有的股票涨上来 或是能拉到涨停板 但是 通租群的股票没有 去跟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今天的去做探讨 那到底现在是要买股票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现在你们还不要 因为你功力不够深厚的 真的 也不要去空股票 这是很回弦的 但是 有些转弱的股票 你一定要舍得做卖出 这个是 洪老师我给各位的 忠告 不是说 那今天 好像说 大盘没什么跌了 有很多股票好像有表现 那上柜 也涨了449档 那 那跌的大概在300档左右 那这样涨的好像比 跌的更多了 但是 我想 这里我把他定义 拉西出东 你看上市的 上市 指数来讲 上礼拜是涨 但是上柜上个礼拜是跌 但是 今天 台积电跌没有错 今天跌联巴科台积电 但是 涨洪海 涨伟创 涨广达 那这样到底对不对 各位呢 去思考 红海这个只是 在拉指数的 这个没有办法让你赚到什么大的价差点 因为 毕竟红海这档个股 我们不能讲他流皮 因为他获利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他是固定 你长期 你买红海 比较 有赚钱的机会 但是赚多少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告诉各位说 现在 美股 跟台股 联动很大 那外资现在是买 台股买了几千亿 各位 超过5000亿 那外资他也是跟着什么美股走 那投信最近的 卖了14天 现在 开始做买 我不知道他对不对 因为 第一季 当然 投信要做账 但是做账 各位要了解 是往上做还是往下做 这个 我们慢慢的就可以验证了 但是 我现在告诉各位的是说 在道琼 其实各位你看到 我们看到指数 那这个地方 他也并不是说 好像前 一路 一路 大涨上来 没有 他现在越走越平 但是现在 各位 跌破夜线之后 他虽然想要拉上去 但是没有 那会不会正式跌破 夜线 这是我们对道琼 比较有的疑虑 那 在 费城 上礼拜五 跌了4% 但是费城 上礼拜还在创 历史新高 但是各位 这个川英线 这么惨 而且跌破五日线 所以 这个地方如果他回挡 他也回撤 这条上升趋势 如果没有 他可能会回撤 这个夜线 但是如果真的下来 那当然台股就有压力了嘛 那如果上去 当然台股 他 顶多是在高档 做震荡 他也不会呢 再做一个大涨的 这样一个 左势 毕竟回答 他上礼拜 他跟费城的指数 他是同步 都是开高左低 台积电也是一样 涨 6-7%之后 到最后呢各位你看到 他跌了1%多 所以当天的政府达到9%多 所以在高档 大震荡 不是洗盘 就是要出货 所以 我们不要说这个地方去预设 任何一个 立场 但是说 在台股 的一个左势来讲 因为现在 可能 多头老师给你的 5日线还没有破 但是 各位你看到 我们要从整个量能 来看的话 3月8号的量能 5722亿 各位 今天量能 3900不到4000亿 如果他没有用更大的量 6000亿 7000亿 然后去做换手 我想2万点这个地方 要站上去 短期间 也是非常难 因为没有办法换手 那最好就是高档震荡 那最好就是高档震荡 但是问题 因为现在 做多套劳的人 我想也不在少数了 但是要怎么做 那才最重要 因为 今天拉一些股票上来 但是 你们没有看到的股票 其实是跌得很惨 是跌得很惨 我想 我是认为说 要换手才有办法 再往上攻 但是这一根 毕竟 不是好事情 台积电今天跳空下来 各位看到台积电 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三个缺口 那会不会成为接近缺口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想 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跌下来 我们再来 想 再来 看 那都已经来不及 但是指数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说 还没有这么快 要 大跌 但是我 比较担心的是说 有些股票 都是这些个股 投资朋友都是很喜欢买的股票 那我怕说 这个让这些个股拉回来 你们又来不及卖 因为现在 其实我们来看说 卖都来得起 卖都来得起 这种股票也不是 今天才跌 但是很奇怪说 每一次都是 在高档说都是 有一些 利多出来 字邦你看到这上个礼拜五的报纸 去年赚10.99 又放在证件头版 但是我看了下本利比是32倍 32倍 那我想 32倍 以目前来讲 如果去跟 一些细字财的个股来比的话 那当然 大物见小物 这个也不能说 他 有什么 比较不如人的地方 没有 资邦其实也是一家好的公司 能够赚这样的 当然也是一家好公司 但是 毕竟本利比32倍 但是我们从现行来看 我讲过 不会拉上去 要不然的话 今天是直接往下开 但是 在拉上去之后 它是一个震荡 拉在平板附近 但是 现在来看 其实 还没有下来 你感觉说 好像是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今天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但是各位 你去看一档股票 这一档叫神盾 那这一天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跌破夜线 如果 站不上去 它确定往下 而且 5日线今天 它会跌破30日线 各位 神盾 神盾集团 前段时间是非常的强势 而且呢 每次大盘拉回来 它都领先上涨 但是今天它没有 它是领先破底 它是领先破底 那我 之前跟各位讲 夜线没有上去 难道季线都来不及了 这个距离很长 而且它去年 12月份 还亏了 1块多 所以现在它不是说一家 它只有在成长 但是 它有没有办法说 它的营收能够去撑住 300多块的神盾 这个 各位呢 你们要去思考 尤其现在 在整个 财报呢 陆陆续续在公布 2月份的营收 但是 这些股票等你看到 其实 都来不及 你看上个礼拜也是啊 它跌破夜线之后 破个底 它回撤 回撤夜线 那其实过不了 今天就是这样 下来 所以 现在不是说 我要跟你讲 指数 它会不会大跌的问题 问题是说 有一些股票 那的确呢 各位 它 它是在拉回 今天详售 详售大涨 也不能说大涨 那详售本来 我是跟各位讲说 它是比较强的 一档个股 但是 从族群里面 你看到世新 当时跌破夜线 我在夜线这里 我不是跟各位讲 跌破夜线 你要舍得卖 你看这 三个交易 那是不是跟 我跟各位讲跌到季线 那你就亏了好几十万 不是这样吗 今天各位看到啊 盘中还跌破季线 所以 我跟各位讲说 这 有可能是头嘛 那有可能最近 最近呢 他要弹回来测 因为 回到 你看到 各位看到 每次回到 夜线 他就是测 无数线过嘛 但是 你看这次过不了 那就直接往下刹了 所以我们尊重 趋势就这样嘛 尊重市场的 趋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看到说 其实有些个股在今天 各位看到 除了 字邦以外 那我跟各位讲说 其实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舍得卖股票 我说买股票再等等 对 我上礼拜跟他讲反弹弱势的 会弹 但是弹你要卖啊敢卖啊 对吧 强势的上涨 你不要说今天拉到涨停板 明天还会再涨停吗 各位 所以要舍得卖啊强股上涨要舍得卖啊 你要买股票再等等 我上礼拜是会跟各位讲 来 那我说IP的族群包括细光子在转弱 你不要去 去追嘛 你不要去追嘛 你看到信心今天很强啊 对不对 那信心上去带动联雅联军啊 利台都不管 还在跌 但是 你看到最近各位看到 你说创意各位 这台积电的好朋友耶 你看到 有没有 他有涨吗 那如果这里还过不了那现在再下来 那那这里不是头部吗 不然是什么 但是你也不要拼他说要这怎么往上涨吗 因为这个形态已经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 他自己要小心一点 洪老师呢我讲过我冲比别人更冲 但是呢 我们 要保守的时候要比别人更保守 这不是说 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到今天大盘 很多 好像我股票涨上来了 但是各位 有时候呢 你认为说 他 利多出来就要涨 我想不是啊 今天的报纸微软 因为21号他要发表会 很多的新的服务 现在又跟你讲什么 AIPC AIPC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啊 各位你看到 那华硕啊 那现在各位看到 季线都已经破了 但是 如果季线破回到半连线 他再躺上去那这个就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说 今天利多他也没涨嘛 公布这么大的利多但是华硕是龙头啊 但是他也没有涨啊 他今天还破底 所以 有时候呢 你认为说啊好像呢 要开始可以做多了 但是真的这样吗 我是事先的去提醒各位 因为我做股票不是一天两天 但是我没有叫各位去追空 我也没有叫各位去放空 我只是说 你手上有的这些个股 你 反弹 你舍得卖就卖 因为我说弱股 弱势的要舍得卖 那强势的呢 更要卖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我想 今天一发的跌停板 那神盾也大跌嘛 所以呢 我想说 因为有时候 投资本有在操作都是 贪怕疑嘛 对不对 那 长的时候就贪了嘛 跌的时候怕嘛 现在 要下来 或是上去 你们开始华语会跌吗 就这样嘛 但是 你股票套牢 都是呢 没有及时的去做处理 我们也不管说现在到大盘要不要跌 但是我 可以肯定的说很多股票 如果从我的 筹码的一个观察都是在松动的 尤其在细光子 你不要 看到今天很强 各位 你又 舍不得卖 又 开始去追 那 昨成当然 在上个礼拜 大户都在大满 所以今天照例拉到涨零板 那这个 早 早在我的预期 但是 富士党 跟新日新 拉起来 你们就看 好像又要涨了 那你去追 富士党跟新日新 那是吗 是对吗 我想各位 照例这个是有人在吗 但是会不会出我不知道 但是 照例拉上来你去追富士党 追新日新 那这样到底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以后呢 我们要去 验证的 所以人性的三大 弱点各位 涨的时候就贪 跌的时候怕 但是呢 现在 开始又跌了 你又怀疑会不会跌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各位的 操作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做错一路看 但是停损 而不停损 那看对呢 不敢做 像之前我们在 大买那些个股 但是你也不敢买啊 但是等到 报纸 杂志 分析师 大家都在讲 那你看到 那你是不是又冲进去了 那现在 套牢又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呢 你不能让他套生 我像各位讲 你100万 对不对 你100万 你亏20万80万出来 当然 你在找对一档股票 你绝对会解套 但是你等到60万 到40万 你到40万的时候你已经赔掉60万 那你40万要再赚一倍 也是呢 80万而已 所以越来越来解套 但是 如果你100块的股票 你这80块你卖了 你认赔你 还有80万啊 对不对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认赔之后 80万你就留着 那等到说真的 大盘大跌或个股 重挫之后 跌个五成没有关系 对不对 跌五成啊 跌五成 那你多买啊 你本来10张嘛 但是你可以多买什么 你可以多买6张啊 你等到50块可以多买6张啊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上去 你还不到80块就解套了吗 你到63块乘以16 108万啊 那是不是解套了 所以有时候要有方法 不是说 那你套牢了 然后都不管 你要想说你以后 你套牢了会不会解套 50块跌到40块 你认赔出了你还有40万啊 对不对 那你等到跌到2025块的时候 那你也是买16张啊 对不对 那16张还有40万嘛 对不对 你跌到25块 16张40万对啊 但是呢你拉到31.3 你不要不用到40 你解套了吗 那不是要用方法吗 一样啊 你有说老师我低价股 那可能呢 比较没有机会 也不是啊 你30块跌到24你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你认赔 你赔到6万你还要24吗 对不对 15块16张也是24万 但是你跌到 你涨到18.8你就解套了 不是这样吗 所以 你目前 还没有发生 那所谓的一个 跟各位讲的点线面的问题 但是 现在是在个别股跌 但是你也要检视 等到说在整个竹曲在跌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那你等到整个大盘 开始起跌的时候 那可能来不及 所以 该做好 该做的动作 现在老师不是说现在大盘要大幅拉回 但是我 观察到了很多股票 他筹码在松动 所以呢 你 该舍得出的时候 你要舍得出 但是现在 你要放空你功力不够的 你这个地方你就忍住 那如果说你要做多 那我想 你买弱势股 你赚到 你要舍得卖 那种的 落后不涨的 因为这种股票 虽然没有涨 但是现在涨上来以后跌的会更快 买弱势股 不会让你 赚钱 买 弱势股 不会让你发财 买弱势股 甚至呢 真的会让你破产 这只是老师给各位的 一个忠告 那整个大盘的一个 结果上来讲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 在 美股四大指数 那其实道琼 他是比较弱势 但是费城的涨多 他还是要回 那如果说在美股拉回来 当然重量级的股票 那回党 超为 这些个股 他如果拉回 当然台积电也 不会 独善其身 所以台积电 拉回来对指数的压力 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要观察今天 外资在 期后部分有没有呢 在加空 那现后有没有做卖 那这个我们要观察点 但是期后 在柜台 指数来讲 我跟各位讲 上个礼拜的1800多余的量 这个已经爆量了 我可以确定 而且 很多股票筹码都已经松动 所以 在上柜的这些个股 上来 不管抢的 弱的 你要舍得出 这是洪老师给你一个忠告 但是 我没有叫各位去放空 我只是叫各位 把现金抽出来 以后 即使你现在赔一点 以后绝对 可以多赚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 老师今天 帮各位 所设计的 聪明的解套法 我也希望 你能够听得进去 机会永远留给我准备 准备好 明天 我们 这个地方 就要该做的 就去做 真的不要 天里怕死 帮去怕背 那如果说你手上的股票不知道 是要卖还是要买 因为你 这个地方没有去观察到筹码的一个走向 老师在对筹码的研究 非常深入 我看到股票 其实我 应该可以帮你 做处理 如果说 这个地方有任何问题 加入我们的LINE 电话 0223 923988 打进来 你 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的助理说 洪老师 会帮我们来 检视的 一些个股 他的筹码 有没有松动 或是有什么建议的 我希望 这次电话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打进来 你手上 真的套牢的股票 不要再拖了 明天同学间再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 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